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隔热手套 用了平时积攒的一些小布条 做了一个手套的表布 反面是用一块棉麻布 用纸形剪一块模板 准备两块200克的点胶的腐棉 在腐棉上画上紫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要画正反两个图形 现在画正面的图形 画好正上的图形以后 还要再画一个反向的图形 画好的两个图形 需要用剪刀把它剪开 现在看到的就是已经剪好的腐棉 现在取出已经准备好的小布条 每个小布条的话宽度都是3.5厘米 这是需要用到的棉麻布料 这两片是用在手套口边的配色布 这个配色布的话 也是棉麻质地的 现在用尺子在腐棉上画出45度的一个直线 我们小布条就按照14-45度的角度 去拼接在几块腐棉上 现在开始车缝 抽缝完 剪去多余的布料 但是要留下一厘米的缝缝 你们可以像我这样每抽完一条就修剪 也可以全部抽完以后统一修剪 北条卫坐播放 小布條就像這樣依次縫合在腹面上 還有一天還有一天 布条的拼接已经全部结束了 现在我们拼接手刀口的这个棉麻布料 这个布料的宽度的话是5厘米 全部拼接好以后剪去多余的布块 留一厘米的缝缝 正反两块表布已经准备好了 另外准备两个厚一点的副面 这个是挂长十厘米宽四厘米 两个里布 现在我们在里布上面画出反口的位置 罐我们把折定好后面车缝就可以了 将后一点的副面固定在表布上 现在我们先车里布 在反口的地方回针 这边的反口的地方也要回针 有弧度的地方稍微慢一点 尽量不要车出一个尖角 现在车挂耳 将腐棉跟表布撤缝在一起 表布的腐棉 用了压线的方式 把它和表布撤缝在一起 现在将两块表布阵阵相对 车缝在一起 按到正面 表布和里布阵阵相对 套在一起 一定要把它整理好 整理好 将表布和里布撤缝在一起 撤缝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腐棉比较厚 所以在车缝的时候速度要慢一点 手套口 车缝好以后 翻到正面 翻到正面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这个翻口 车缝好 字幕志愿者 转发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 压一条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压一条明镜 用夹子固定一下 宽度大概是在0.7左右 压一条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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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